大家好,歡迎收看《早早天理報告》 我是楊瀚賢 昨晚在整個廣東沿岸風勢比較大 吹著偏東風 香港的情況都類似 而且我們看回雷大也看到 整晚一直有雨區經過香港 所以看回雨量分佈圖 就看到 今早早很多地方的雨量都有5毫米或以上 在下雨和風勢比較大的情況下 看到今早早天氣比較涼快一些 我們看到各區的最低氣溫 都是介乎在19至20度之間 天色方面看回衛星雲圖 現在在華南沿岸仍然被低雲所覆蓋 不過看到趨勢就是雲層開始轉搏 所以預計今天的情況 香港會大致多雲 亦會有幾陣骰雨 不過日頭時段的骰雨就會越來越少 而且會短暫時間有些陽光 氣溫最高可以上升至25度左右 我們預計明天的情況都會類似 明天星期六將會在一段時間天色明朗 但亦會有兩陣骰雨 最後提醒大家 雖然近身天氣很高一點 不過我們預計隨著低壓槽在華南發展 我們預計這個低壓槽 就會在下周初以至下周中期 就會再次為華南沿岸的地方帶來更加多的骰雨 而且都會有些狂風雷暴 所以展望香港情況都會類似 星期日和打後那幾天 天氣就會有些骰雨明顯是多一點 而且會有些狂風雷暴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有戶外的計劃 就要留意天氣的轉變 浩天氣說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再見